第二零一章 世世沧海桑田 三年后 叶末停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撕裂了多少虚空 但是他却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肯定是低级界面 叶末知道 按照他这种无头苍蝇的办法 就算是再过三千年 他也只能在虚空乱窜 奥赫给的广源工方魏朱 虽然厉害 却也不能隔着无数界定位 这种低级界面的虚空 叶末相信 等他的石海完全恢复后 他的神石也可以穿过一些界面 还是先恢复自己的石海再说 叶末再次选择了一块陨石 控制今夜世界进入陨石后 安心恢复石海 让叶末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尝试用搅魂藻的暗藻修复石海时 竟然比他用搅魂藻炼制的丹药 效果更好 一不小心 竟然有了这种收获 叶末心里狂喜 他之前石海 很少受有这种伤害 些许的小伤害 一点丹药 就完全可以解决了 这次他的石海 之所以伤得如此厉害 其实和那个海族的半部混元圣地毫无关系 而是因为 他自己用紫序师斩出了超越他能力的落痕刀纹 暗藻开始修复叶末石海的时候 混沌术也不断地溢出生机 支援暗藻 修复叶末的石海 叶末感觉到 自己的石海被修复的过程中 竟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石海在似乎再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没错 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他的石海 已经可以形成一界了 可是现在形成的新世界 和之前完全不同 叶末扶制心灵 立即就开始运转 神念九转 事实上 神念九转的后面 是他根据三生诀修改的 就算是他没有运转 神念九转 已经开始自行运行起来 原来的石海被覆盖 一个全新的神石世界 出现在了叶末的意念当中 一直被他温养在子府中的混沌树 竟然直接转移到了石海当中 他的神石成倍的增加 石海的世界 也迅速地完善 当最后一道石海的裂缝被填补之后 叶末就感觉到一种 逾越到极点的强大涌来 他的神石运转的 更是轻松圆润起来 涅槃了 叶末喃喃自语了一句 他知道 神念九转涅槃极为困难 没想到他在暗藻和混沌树的帮助下 涅槃竟然如此简单 一年后 叶末的石海不但完全恢复 而且神念九转还 直接晋级到了第六转涅槃 不但石海狂增 神石更是强大 叶末这才和穆小韵打了个招呼 信心十足地 再次离开今夜世界 回到了虚空 叶末回到虚空之后 第一时间 神石就完全扫了出去 他想知道 以他现在的强大神石 还能不能穿过低级的虚空界面 当叶末的神石 扫到了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之时 他立即就知道 他的神石在这里 已经可以勉强穿过一道界域 如果这是在没有遇见 那浑身散发金光的和尚之前 叶末肯定还会有些欣喜的 但是现在叶末知道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茫茫宇宙虚空中 比他强大的人多的是 而且他知道 他神石现在 所穿过的这道界域 是最薄弱的界域了 甚至比修真界的虚空界域 还薄弱无数倍 星空 叶末神石中 出现一片星空的时候 他立即就惊喜起来 星空和虚空不同 星空有无数的星球 那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叶末第一时间 就撕裂了眼前这片虚空界面 下一刻 他已经出现在了星空之中 此时 他的石海中出现了无数的星球 这些星球 大都是没有生命的星球 在这片星空中 没有神灵气 没有仙灵气 就算是灵气 也极为细薄 叶末知道 他出现的地方 确实是一个最低级的界面 叶末的神石 缓缓地扫了出去 当他看见月星的时候 心情更是激动起来 下一刻 他就看见了地球 他没有想到 经历了无数的虚空撕裂后 他没有找到英明界 没有找到龙族 却回到了地球 这已经是数百年后的地球 和当年相比 早已物是人非 叶末第一时间 就将小韵叫了出来 小韵还从未去过地球 他要带小韵回去看看 哪怕已经物飞人飞 那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 相公 我们到星空了 这里的灵气好稀薄啊 沐小韵一出来就惊异地问道 叶末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带你去看看 当年我生活过的地方吧 数百年过去 世事犹如沧海桑田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我还能再回来 这里看看 沐小韵反应过来 随即就惊喜地问道 相公 我们已经到了地球吗 叶末嗡了一声 虽然还没到 但是很快就到了 数百年的时间 沧海桑田 宁海的城市名字没有改变 可是整个城市 比起之前来 不知道漂亮多少了 叶末带着沐小韵 走到当年他居住的小院之前 小院前早已变成了一个广场 而当年他居住的小院 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点 一些游客在小院里面照相 还有些游客 在小院外面的摊位边吃点心 相公 当年你就住在这个地方 沐小韵看着眼前的小院 小声地问道 叶末点点头 是的 这里给我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他想起了清雪 随即又想起了素素 无论清雪还是素素 都在这个小院住过 不过他心里立即就火热起来 他到了这里 想要再回到落月 已经是极为轻松的事情了 到时候 他回到落月 带着清雪和落影 还有家人一起去先见 很快他的眼神又黯然下来 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 相公 沐小韵时刻都关注 这叶末的心情 叶末叹气 他立即就觉察到了 地方还在 可是人却没有了 叶末感慨了一句说道 沐小韵挽住了叶末的手 柔和地说道 相公 清雪姐姐和落影姐姐 都在落月之城 你不用担心 他们说不定 现在都已经飞升仙界了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我说的不是他们 走吧 我带你去落月城看看 叶末的神石扫到了落月城 此时的落月城 依然漂亮无比 只是叶末的神石 却没有看见一个熟人 当年他离开落月城的时候 还布置了聚灵大镇 留下了许多的丹药和灵石 可是今天依然没有熟悉的人留下来 如果不是他们离开了落月城 那就是已经故去了 正因为这样 叶末这才愈发伤感无比 再厉害的本事 再强大的机缘 在岁月面前 终究会化成尘埃 只有有一天 他将时间法则 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才会永生不灭 才会真正的不朽 叶末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时间法则 才是最强大的法则 咦 叶末说这 惊喜了一声 你看见什么了 沐小韵赶紧问道 叶末微微一笑 还有一个熟人 我们去看看吧 或者 我真的要走了 一个中年女子 站在白雪挨挨的雪峰之顶 喃喃地说道 这里是梅内雪山 她已经在这里 度过了数百年时间 相比起别的地方 这里的灵气 更是浓郁一些 但就算是这样 她依然知道自己 留在这里的时间也到了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 如果不是宁丝双不计前嫌 留给她一些零食 她现在绝对不能 禁忌到原因 可是在这个地方 只有她一个原因修饰 再也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 就是楚家 她也无法再回去 如她这样一个 活了数百年的人回去 不被人家认为 成老妖怪 才是怪事 唉 这中年女子再次叹息了一句 她感觉自己当年为了修炼 在叶末面前做的事情 太不要脸了 她无法控制住 自己内心那种想要修炼的迫切心情 在她心里 任何事情 别人会的 她必定要会 而且要比别人更好 哪怕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她也愿意 但是随着修为不断进步 她的人生观 也在不断地变化 她是多活了数百年 见证了无数的沧海桑田变化 可是现在又如何 依然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 当初宁丝双叫她去洛月城 可是她没有脸过去 她的脸都被自己丢光了 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了 继续留在这里 只是每天看着挨挨白雪 然后看着日落日出 如此而已 楚丹 倒是没有想到 你在这灵气匮乏的地方 竟然能修炼到原因 也算是不简单了 叶末的声音 在这中年女子背后响起 这中年女子霍地转身 她震惊无比地看向了后面 竟然忘记了神识的作用 她原因修为 哪怕只是初期 但是在地球上 还有谁能盲够她的感官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后面 叶大哥 这中年女子瞬间就认出来了叶末 她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 如果是当年 她肯定以为自己的修为 绝对比叶末高了 但是现在她很清楚 就算是她修炼几辈子 估计也永远追不上叶末 这中年女子正是楚丹 当年用楚家的龙门盘从 叶末这里换取了修炼资源 步入了修道剑 说心里话 叶末对楚丹是看不起的 这个女人太过势力 为了目标 可以不择手段 但是现在叶末 叶末显然已经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事情 毕竟数百年后 地球上只有楚丹一个熟人了 第二零二章 故人不在 叶末手都没有抬 楚丹就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托起 她赶紧束手站立在一边 不敢说话 她心里在猜测 站在叶末身边 这名绝色女子 是不是宁思双的姐姐宁清雪 比起叶末身边的女子 她第一次有了一种 自残行贿的感觉 你能在这种地方 修炼到原因 倒也难为你了 叶末感叹地说了一句 当年她之所以 给了修炼资源给楚丹 除了楚家的龙门盘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 楚丹是楚九宇的后人 叶末也打算帮一下楚九宇 毕竟楚九宇 对落月大陆 还是有极大帮助的 楚丹赶紧说道 那是因为思双同情我 帮了我不少 甚至连储物戒指 也是思双送给我的 思双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 叶末本来就打算去落月城 寻找宁思双 现在楚丹说起来 他赶紧问道 思双告诉我 落月城的修炼资源 已经不足了 他们要离开落月城 前往小世界 然后再从小世界 进入落月大陆 楚丹知道这些 叶末并不奇怪 他离开落月城的时候 已经将这些事情 全部告诉过宁思双 想来这些应该是宁思双 告诉楚丹的 但是 叶末奇怪的是 横断山脉的传送阵 已经出问题了 还怎么去小世界 不用叶末询问 楚丹已经说了出来 思双他们 是从一个隐蔽的传送阵 进入小世界的 听说那个传送阵 还是叶大哥的朋友 悟道发现的 悟道发现了 那个传送阵后 就去落月城 告诉了思双他们 悟道和尚还在 叶末更是震惊无比地问道 悟道可不是修真者 而是一个修武者 楚丹却答道 悟道晋级真正的先天之后 去落月城找你 结果没有找到 只找到了思双 思双念在他是你的朋友 也就刻了一份预检给他 并且告诉悟道 如何查看预检 却没有想到 悟道资质惊人 数十年之后 他利用修真功法的道理 写下了一部五点 又过了一百多年 他竟然凭借 这五点在上一层欧 叶末听到这里 心里更是钦佩悟道和尚 这个和尚资质 简直太可怕了 估计就算是静闻的资质 都不如他 自己写功法 自己晋级 这和他可不一样 他可是有经验世界 和三生诀的 楚丹继续说道 悟道和尚晋级之后 四处云游 找到了那个传送阵 他因为得到了修真功法 和一些简介 所以知道 那是一个传送阵 他立即就再次去了落月 找到了丝双 丝双的修为 已经是落月城最高的一个人 而且 丝双不但修为最高 还精通阵法 他就跟随悟道和尚 去了那个传送阵的地方 那传送阵已经残破了 但是丝双却硬生生地 将那传送阵修复 叶末松了口气问道 你是说 丝双他们通过 传送阵去了小事件 楚丹恩了一声说道 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 只是去了一部分而已 当时丝双说 那个传送阵之所以坏掉 就是因为长期用 灵气不足的灵石造成的 而且丝双还说 这已经变成一个 单向传送阵了 因为那边的传送阵 没有了感应 长期用灵气不足的灵石 难道说 那个传送阵 经常有人在用 叶末问完这句话后 根本没有等楚丹回答 就自己说道 我明白了 他是真的明白了 云子一说 小世界的神伤会 手中掌控了一个传送阵 经常来往地球和小世界之间 应该就是这个传送阵了 当时云子一的父亲 云东侠用契机时 也就是下品临时传送 灵气不足 每次只能传送一人 也是正常的 如果用上品临时传送 或者就不是一个人了 没想到 宁丝双的阵法天赋 如此强大 虽然小世界 到地球的距离很近 但是要修复 这样一个传送阵 倒也不简单 至于楚丹 说去了部分人 叶末也暗叹一声 心里同样明白 之所以离开了部分人 是因为大部分人 都受缘到了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修炼 晋级到金丹的 那些不能晋级金丹 甚至不能助击的人 寿命就有限 你打算怎么办 叶末看着楚丹问道 他不明白楚丹 为什么不和宁丝双 一起走 既然都已经和宁丝双 化解了恩怨 怎么还留在这里 楚丹低着头说道 我助击后 心性变得 和以前完全不同 当看着身边的亲人 一个个离我而去 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想留在这里 多陪他们几年 一年又一年 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 我身边实在是没有了灵石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可能真的 没有办法走了 然后我就去传送阵那里 却发现 那传送阵经过一次传送后 又出现了问题 我对阵法不懂 只能继续留在这里 学习阵法知识 就是现在 我也没有把握离开 但是我知道 我必须要走了 叶末拿出一个戒指 递给楚丹说道 这戒指里面有一些灵石 还有一些仙金和丹药 功法之类的 你留着修炼吧 我先送你去小世界 小世界在新加山 有一个传送阵 可以传送到落约大陆 啊 仙金 楚丹拿着戒指 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手在颤抖 当年他为了修炼 几乎是不顾廉耻 叶末才留给他一点点修炼资源 那点修炼资源 还不是他不顾廉耻得到的 是因为用东西交换来的 而今天 他改变心态后 竟然得到了仙金 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叶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心态性格 今天或者叶末问他几句话后 就会离开 绝对不会留下这样的一枚戒指 有时候想要得到 并不是靠出卖尊严才能的 叶末手中有仙金 那根本就不用问他也知道 叶末已经是一个仙人了 多谢叶大哥 多谢大嫂 楚丹赶紧攻身向叶末和穆小韵感谢 叶末摆手说道 我送你去小世界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 在落约修真大路到处都是危险 稍微不注意 就会被人暗算 还有 如果你觉得修炼艰难 可以去末月之城 末月之城 是我在落约大陆建立起来的 一个修真城市 嗯 麻烦叶大哥了 我心里记下了 楚丹赶紧说道 他甚至没有想起 叶末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将他送到小世界 他心里更为震惊的是 叶末在修真界 竟然建立起来了一个城市 这要有多大的实力 难道他是在飞升后 又回到了修真界建立的城市 可是 他从宁斯双这里得到的消息是 飞升之后的仙人 是绝对回不到修真界的 因为有天地规则压制 天地规则压制 他立即惊讶地看着叶末 叶末在这里 应该也有压制啊 怎么看起来 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里的界面 比修真界更低 压制应该更大才是 怎么了 叶末看见楚丹 震惊地看着自己 随即就问了一句 楚丹连忙说道 没有什么 过了片刻后 他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叶大哥 我听说仙人回到修真界 会受到天地规则的压制 不能留在这里 可是叶大哥既然有仙经 肯定是显然了 怎么 怎么 叶末微微一笑 你听说的没错 确实是有压制 不过 当你的修为达到一定的程度后 这种压制就不算什么了 在这里当然有天地规则压制 但叶末正的是 完善自身的混元无上大道 而且已经是化到巅峰修为 在地球这种地方 早就和世界融合为一体 岂会再怕什么规则压制 倒是穆小韵必须要跟随在叶末身边 叶末的道运将它护住 否则 就算穆小韵是一个先帝 也只能崩坏天地法则 而无法留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楚丹感叹了一声说道 却没有敢问叶末的修为 叶末见楚丹没有问题再问 才说道 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楚丹答道 他在地球待了数百年 每天都是枯燥无比的生活 早就不愿意留在这里 那好 叶末说完 抬手就在空中一抓 一道黑色的裂缝 出现在楚丹的面前 楚丹修炼到原因了 该知道的也知道 现在一道黑色的裂缝 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立即就震惊地叫道 这是撕裂虚空 叶末没有回答 直接用神渊大手 将楚丹抓起 送进了那裂缝当中 同时说道 我送你去的地方是星家山 等你落下后 可以在星家山 用灵石开启传送阵 去落越大陆 叶末的声音消失 楚丹出现在了一片 连绵山脉的外围 当他看见 星家山三个字的时候 虚空中的那一道裂缝 正在消失 楚丹呆呆地 看着这一道裂缝 好伴上这才难难地说道 我以为我的修为还可以了 现在才知道 我是井底之蛙 楚丹是一个极度好强之人 他为了超过别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此时被叶末打击到了之后 瞬间就再次打起精神来 甚至充满了斗志 叶末能修炼到这种程度 难道他就不可以 他也可以修炼到这种程度 第二二零三章 不可失去本心 叶末送走楚丹 刚想带幕小运去落越城 忽然心有所感 随即就抬手 在身侧虚空的地方一画 一个略显老太 却依然先锋道骨的老道 出现在了叶末和幕小运的面前 这个老道 背着一个极为简陋的算命竹滩 滩子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知过去未来 算人间祸福 和当年叶末见到的一摸一样 唯一不同的 就是那个写着一天的横幅不见了 叶末在这里看见了天意老道 竟然并不觉得稀奇 很多疑惑都随着天意老道出现 而变得清楚明了起来 可以肯定 当年他在落月大陆看见了天意大师 也没有看花眼 幕小运且惊异地叫道 天意大师 这个老道去过他家里 甚至帮他算命说他的夫君姓业 就算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幕小运依然记得清晰无比 哈哈 上次我就说了 小女娃运气不错 这才几年不见 都已经是先帝了 了不起啊 了不起 天意大师哈哈大笑 背上的算命摊位并没有放下 幕小运赶紧躬身失礼说道 多谢前辈为晚辈算过一挂 晚辈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前辈 当年前辈是算定了晚辈的夫君就是相公 还是算定了必定姓业 天意大师显然明白幕小运话的意思 他黑黑笑道 你的相公就是叶末 可不是那叶有身 我不说明白 只是看看你的机缘罢了 不过你倒是望夫 想必 你相公因为你 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吧 叶末听到这里 心里倒是一动 幕小运是纯木灵根 而且是极纯净的那种 他能得到苦竹 黄忠离等灵根的认主 难道不仅仅是因为今夜世界 还有幕小运纯木灵根的缘故 多谢前辈 幕小运一直就想问问天意大师这件事 倒不是说他耿耿于怀 而是因为天意大师说了 他的相公姓业 难道任意一个姓业的都可以 这让他极不舒服 现在从天意大师这里 得到了准确的答案 他豁然开朗 心情顿时愉悦起来 他和叶末的缘分 已经天上注定了 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是叶末的 叶末也隐约猜到 那个石墩应该是天意大师 故意留给他的 他想起了天意大师 第一次和他说的话来 除了混沌世界 天底下竟然有我算不出来的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后来天意大师转身就走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当时天意大师就知道 他身上有混沌世界了 他走的时候 连石墩都没有要 那石墩显然不是真的忘记了 而是专门送给他的 天意大师这种大能 竟然不夺取他的混沌世界 反而将五行石墩留给他了 可见天意大师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多谢天意大师 当年也为我算过一面 叶末也恭声感谢道 让叶末疑惑的是 他依然完全看不到天意大师的修为 就好像和当年一样 天意大师 依然是一个很普通的算命先生而已 天意大师点点头说道 你总算是没有让我失望 那个仙界通往圣道残界的阵法 想必是你修复的吧 你能修复那个阵法 除了自身的阵法水平外 修为上至少应该是速到以上了 晚辈只差一步就问到道远了 天意前辈 为何晚辈看不清前辈的修为 叶末对天意大师极为尊敬 他也有些奇怪 天意大师可以看出穆小韵的修为 却看不出他的修为吗 天意大师极为轻松地说道 我没有道机了 你看不到修为也是正常 再过一些年 我还是尘归尘土归土 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 有人能修复圣道残界 重现人族辉煌 你是我见过机缘最逆天之人 或者有一天 你可以修复圣道残界 带领人族重新屹立起来 前辈 晚辈有混沌 叶末想让天意大师 进入混沌世界 待他离开地球的话没有说完 天意大师就打断了叶末的花道 这里很不错 我经常出去算算命 混个温饱还是可以的 不要辜负了我给你的东西 也不要辜负了 你自己拥有的东西 无论你修到了什么层次 做人可傲 却不可失去本心 是 晚辈谨记 叶末没有继续提经夜世界 和时吨的事情 有些事情已经不用再去提起 天意大师咧嘴笑了笑 再次说道 不要问我的过去 也不用担心我的将来 将来是你们的 我现在要走了 等有一天你 完善了圣道残剑 如果我还在 或者还可以再看见我这老骨头 天意大师说完 转身一步跨出 消失在了叶末的眼前 至始至终 他没有问叶末要一枚倒过 也没有问叶末要一枚金石 甚至连叶末开口想主动说这些 都被他挡了回来 叶末没有用神识 去查看天意大师 对天意大师 他有的只有尊敬 他和穆小韵 看着天意大师消失的方向 占了一天时间 这才离去 落月城依然如故 比起当年来更是繁华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 这里现在真正成了一个美丽的城市 落月湖依然如故 只是此时落月湖被阵法包围住了 很多游客只能在落月湖的外面拍照 或者是游玩 叶末带着穆小韵穿过阵法 来到了落月湖里面 相公 我看见你住的房间了 你房间里面 还有一枚玉剪和一枚戒指 穆小韵的神识 第一时间就扫到了叶末的房间 叶末的房间 没有任何标识 可是穆小韵 依然第一眼就认了出来 叶末显然也看见了自己的房间 他带着穆小韵 再次回到当年他住过的地方 不禁感慨不已 这里真正是物是人非 此时叶末 恨不得立即就离开这里 然后回到落月大陆 去看看身边的人 拿起玉剪 叶末的神识扫了进去 姐夫 我是思双 因为一直等不到姐夫再回来 我们现在要去落月大陆了 和我一起 去得有穆安阿姨 国企叔叔 李三刀叔叔 还有宁非非和悟道前辈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唐千兵阿姨 黄一年成主 如林阿姨 方伟叔叔 玉妙彤阿姨 沈千千阿姨 师兄叔叔 也都已经过世了 我不知道 姐夫能不能看见这个预见 我知道那些叔叔阿姨 都是和姐夫一起最好的朋友 姐夫看见这个预见 肯定也很伤心 人活一世 生老病死在所难免 这是天道自然的规律 姐夫不要太难过了 叶末柔了柔有些湿润的眼眶 宁思双能明白这个道理 他岂能不明白 可是这些人当初都是他的左右臂 在建设落月上 都有他们的汗水 而如今 只有他还在这里 心里唏嘘伤感不已 池婉青陨落在异地 而池婉青的母亲唐千平 也在落月病故 让叶末心里 对池婉青的愧疚更甚 沐小韵的神识 也扫尽了预见 他感受到了叶末的伤感 拉着叶末的手说道 相公 等会我们去他们坟前看看 叶末的神识 已经扫到落月湖旁边的一片公墓 那里也有阵法忽住 不过却建立得极为宏伟漂亮 他嗡了一声 继续看了下去 姐夫 那戒指里面 是爸爸妈妈留给我姐姐的东西 还有一部分 是唐千平阿姨 留给婉青姐姐的东西 我们是从梅内雪山的传送阵离开的 姐夫不用担心我们几个 或者 我很快就能见到姐夫和姐姐了 对了 姐夫你上次回来没有多久 就有一个叫文东的女人找过来了 而且还带了一些东西给姐夫 我怕东西有失 就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等见到姐夫的时候 再给姐夫 还有一个叫安宁的女人 她就住在落月城的 她也过来找过姐夫 听说姐夫不在这里后 她说 如果姐夫看见了她的妹妹安芷琪 请姐夫帮忙照顾一些 叶末的神情恍惚起来 她好像又看见了 文东戴着墨镜的样子 她又想起了 文东不愿意说出那个图纸模型 被她拿走了 被折磨得即将死去的情景 同时 她的眼前再次浮现出 安宁和安芷琪的样子 还有当年和她最谈得来的师修 还有给她最大帮助的兄弟夜星 可是她现在都见不到了 这些已经过了数百年的画面 一一浮现在了她的面前 竟然清晰起来 叶末叹了口气 她感觉自己太过马虎了 上次回来的时候 没有找到文东 她还真的以为文东不在了 竟然没有仔细地再寻找一遍 收起御剪和戒指 叶末带着穆小韵走到公墓所在的地方 拿出一些仙灵花 一个个地祭拜下去 这里都是她的亲人 朋友 兄弟 或者她已经是一个正道圣帝 可是依然有许多事情 她没有办法控制 也没有能力去控制 正是天上浮云四百一 思虚改变如苍狗 哪怕是强如圣帝 又能如何 相公 穆小韵有些担心地叫了一句叶末 叶末回过神来 她拉着穆小韵的手揉声说道 我们走吧 第二零四章 夏英明 找晚清 小世界亮鸡山谷外 穆小韵指着一条悠长狭小的山谷说道 相公 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被凤老带走的 叶末懊恼了一声说道 早知道 我就应该仔细在这附近查看一下 穆小韵柔声说道 那个时候 相公又不能如现在这样 神是可以如此强大 我们去冰湖看看吗 叶末想到 那快望夫时 就是小韵在冰湖留下来的 心里有些感慨 穆小韵摇了摇头 我不想去了 我们回落月大陆吧 是传送过去吗 凤老不让叶末留在冰湖 又强行将它带走 他对冰湖实在是没有多大的情感 是的 我的神识 现在还无法穿过修真界的虚空界域 不过由新加山 我们也可以传送到落月大陆的 叶末的神识强悍 却也只有化到修为 神识穿越界面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叶末能在正道第一步 做到很多正道第二步 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半炙香后 叶末已经站在了 新加山的传送阵上 穆小运也留在了今夜世界 新加山的传送阵周围 已经被人为修建的建筑保护起来 只是这里的灵器已经耗尽 没有上品灵石 是无法继续利用这个传送阵了 叶末是顶级仙镇宗师 新加山的传送阵 他只要略微看了一下 就知道 这里最近被用过几次 想来应该是宁丝霜和楚丹相继使用过 叶末放下几枚灵石 传送阵激起一道光圈 将叶末卷走 在传送阵的空间转换中 叶末的神石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空间的变化 他甚至可以随时随地脱离传送阵出去 而不受丝毫影响 这是强大实力带来的影响 修为差的人 在传送过程中脱离传送阵 那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这里是找引领 不是落约大陆 一团淡淡的阴冷气息包围过来 叶末立即就知道 他并没有回到落约大陆 而是神穷大陆 神穷大陆和落约大陆不是非常远 相对于叶末 这样一个化道圣地来说 想要从神穷大陆去落约大陆 只是费点事而已 叶末的神石 立即就扫到了莲花宗的广结 同时看见了告穷因和尤和仪 就连柳叉也是宁体修士了 广结更是化真圆满 随时都可以飞升仙剑 对这个叶末很是满意 既然已经来了 他也打算带慕小韵 回到莲花宗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神石竟然破开了找引领的介语 英明界 这是一片灰暗沉沉的世界 到处都是没有光彩的灰暗和沙石 叶末心里顿时激动起来 如果池婉青进入了英明界 肯定是从这里进去的 从这里进去 寻找池婉青的魂魄 比英明族曹泽给他的玉 简要靠谱的太多了 叶末再也没有心思去莲花宗 直接取出一个正盘和一枚戒指 穿过无尽空间放在了广结面前 同时在广结耳边留下一句话后 立即就撕开了通往英明界的介语 自从叶末来过神穷大陆后 莲花宗如日中天 此时已经算是神穷大陆的第一大宗了 广结对现在的莲花宗很是满意 他可以飞升仙剑了 因为叶末的关系 他也成了莲花宗说一不二的画真长老 此时广结正召开宗门大会 与会的都是一些画真长老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元器大手忽然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这个神元大手出现在了大殿中 几乎所有的人震惊地想要站起来 等等 广结却感觉到了一种熟悉 他立即就知道这个元器大手是叶末的 赶紧站起来叫了一句 一个阵盘和一枚戒指 放在了广结的面前 同时叶末的声音传来 我没有时间来莲花宗了 这个阵盘就作为莲花宗的护衫阵盘吧 戒指里面的东西 就作为小韵回报 被莲花宗的一些修炼资源 小韵现在和我在一起 也没有时间回来 我带小韵向莲花宗的各位同门问好 柳叉是晚清的朋友 请广结长老多加担待一些 同时恭贺广结长老要飞升仙界了 我在仙界的宫华天 有一个宗门叫末月仙宗 如果广结找不到宗门 可以先去我末月仙宗 到了这里 叶末的声音渐渐淡去 是叶末前辈 叶前辈 叶末的话音落下 几乎所有的画真修士 都惊喜无比地站了起来 虽然叶末的神愿大手已经消失 可是大殿中早已记录下了叶末的声音 这些画真修士 同时都恭身向叶末留下来的戒指和阵盘失礼 广结更是激动难以 他想不到 在自己飞升仙界之前 终于听到了叶末的声音 虽然叶末没有亲自来莲花宗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来了 斑驳不堪的黑灰色沙石 在脚下延伸出去 不但凌乱无比 而且无边无际 以叶末如此强大的神识 竟然看不到边界 一些低级魂魄 感受到叶末的神识 立即就畏缩地躲在了一边 根本就不敢进前 强大的压制力量传来 叶末竟然能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在飞速流逝 这里不但压制修为 而且法则极为强大 稍有不慎 立即就会被推走 叶末肯定普通的正道 圣地就算是半步混元了 也不一定能在这里待下去 他是以自身为道基 融合混沌 正的是混沌无上大道 也是自身和世界融合的大道 如此强大的大道 也差点让他没有办法留下来 叶末急切之下 三生诀疯狂运转起来 就是混沌术 也开始帮助叶末 融合这里的世界法则 随着叶末的三生诀 和混沌术的发威 叶末立即就感觉到 那种飞速流逝的修为 立即就停止了下来 很快他失去的修为再次回来 而且 一道道他原来不是很明了的 世界法则 被他感悟到 虽然不是很清晰 却已经有了一个轮廓 叶末松了口气 拿出曹泽给的地图预检 却发现地图预检 和这里根本就没有 任何类似的地方 也就是说 曹泽的地图预检在他所在的位置 根本就不适用 叶末并没有多少失望 他本来就没有完全指望曹泽 这人说不定一门心思就想杀了他 岂能将完整的英明界地图给他 不用地图 叶末的神识开始扩散了出去 叶末相信 只要他找到了迟婉清的魂魄 那种熟悉感觉 他第一时间就可以认出来 只是叶末的神识 扫遍了方圆数百万里的地方 依然没有找到迟婉清的魂魄 虽然叶末的神识 可以扫到更远处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神识扫的范围越大 就越容易漏掉重要的信息 当年他回到地球 如果不是太过马虎 就不会遗漏了魂东 甚至以为魂东去了小世界 或者死去了 叶末采用的办法是不断地前进 同时神识覆盖了他走过的地方 数天后 叶末在一片灰黑色的戈壁滩停了下来 这些天 他的神识始终处于高度集中状态 可是始终没有察觉到 任何一丝熟悉感觉 此时在叶末面前的戈壁滩 一样是无边无际 到处都充测着一些木然的魂魄 有些甚至已经开始溃散 这让叶末明白 就算是进入了阴明界 魂魄灵魂也是有完全溃散的可能 到最后 神魂俱灭 明白这一点后 叶末心里生起了一股悲凉 晚清陨落的时候 只有金丹修为 一个金丹修为的魂魄 能在这里度过数百年 不要说金丹修为的魂魄 就算是金丹修为的修士 也只有数百年的寿元而已 金丹修士最多寿元的 只有八百到一千年 而若一些的金丹修士 只有五百年到八百年的寿元 一名身穿黑衣的修士 出现在了戈壁滩的一角 这名黑衣修士 立即就引起了叶末的注意 叶末进入阴明界以来 遇见的从来都是没有肉身的魂魄 就算是有些魂魄凝炼一些 也只是魂魄而已 而现在他看见的这个黑衣修士 竟然有肉身 而且肉身还很完整 叶末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黑衣修士 修炼的是英属性功法 而且修为还不算低 从他周身环绕的阴冷气息查看 这人已经是相当于化真修士了 几乎是在看见 这名黑衣修士的第一时间 叶末就已经一步越过数万里 来到了这黑衣修士的面前 第二零五章 世界山 这黑衣修士 不但身穿黑色的修士袍 而且浑身也是黑气缭绕 不过他的修为和叶末相差太远 叶末拦在他前面的时候 他才惊骇地发现 眼前突兀的多了一个人 前辈 这黑衣修士哆哆嗦嗦地叫了一句 叶末就算是 没有用任何威压 他也能感觉得出来 叶末比他强悍了无数倍 你从什么地方来 到这里干什么 叶末问话的时候 他的神识 已经扫到这名黑衣修士的阴魂袋中 装满了各种阴魂 而且还都是一些 比较凝实有意识的阴魂和魂魄 能来到这里的阴魂 不是所有的魂魄 都是没有意识的 很多灵魂和魂魄 都想要从阴明界转生 这才特意地进入了这里 当然也有些许多事进来后 失去了意识 成了魂魂惑惑的魂魄 这个黑衣修士 专门收集这些有意识的魂魄 显然是想要炼化成为气魂 或者做别的用处 叶末是最反感这种修士 如果不是想要询问这家伙几个问题 他早就一个火球过去了 晚辈来自阴明界 来这里想要收集一些修炼用的魂魄 黑衣修士恭敬地回答道 叶末立即就皱起了眉头 阴明界 难道这里不是阴明界 这黑衣男子 显然不敢询问叶末 赶紧答道 这里是幽冥界 外面有很多人 都将阴明界和幽冥界混为一谈 事实上 在外面真正了解阴明界 和幽冥界区别的人并不多 还有这种区别 你详细地说给我听听 叶末立即就知道 曹泽没有对他说实话 曹泽这是欺骗 他不明白阴明界和幽冥界的区别呢 对于钟离霍英 也没有解释 阴明界和幽冥界的区别 叶末倒是理解了 钟离霍英和他本来就是在对敌 他听到自己根本就分不清这两个戒 当然不会主动浪费时间去解释 这黑衣男子 赶紧拿出预检刻下了一些东西 将预检交给叶末 你用魂魄如何修炼 叶末扫了一眼 这个黑衣修士的阴魂带 我修炼的功法 需要用魂魄熬炼成魂叶 用魂叶修炼 这黑衣修士理所当然地说道 显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叶末立即就想到了 迟婉清的魂魄 这人每天用魂魄修炼 要杀掉多少魂魄 谁知道他杀的魂魄当中 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人 感觉到叶末杀鸡升起 这黑衣修士转身就逃 只是他还没有退出一仗 就看见一团火球飞了过来 面对这团火球 他竟然连丝毫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灭掉英明界的这个黑衣修士后 叶末的神石落在了预检上 片刻之后 叶末就已经对幽冥界和英明界 完全有了一个了解 说简单点 幽冥是一个轮回众生的地方 而英明族就好像妖族 人族一般 属于一个族了 很多想要轮回众生的灵魂 都会被卷入幽冥界 或者是自己主动来到幽冥界 到了幽冥界后 就需要去轮回桥 无论是不是有意识 只要想轮回 就必须去轮回桥 还有一些修士 灵魂和魂魄比较强大的 这些魂魄可以通过修炼自己壮大神魂 甚至可以修炼成为英明体 最后进入英明界 成为英明族的人 在幽冥的魂魄灵魂无数 这无数的魂魄灵魂 有些在修炼 有些在四处寻找机缘 但是能真正修炼成为英明体 可以进入英明界的魂魄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都还是涌向了轮回桥 轮回桥是真实存在的 是灵魂魂魄魄轮回众生的所在 叶末没有继续犹豫下去 迟婉清如果想要轮回 就肯定会前往轮回桥 以迟婉清的性情 绝对不会去修炼英明功法 或者是利用修炼鬼修功法 进入英明界的 他必定想要轮回 叶末第一时间就想去轮回桥 但他立即就发现 自己并不知道轮回桥的具体位置 而那个黑衣修士 已经被他杀了 叶末抬手随意地一卷 数十名英魂 已经被他卷到了面前 你们之间谁知道 轮回桥在什么地方 叶末的神识意念传出去 他相信这里的魂魄 可以听明白他的意思 一个身体较为凝实的 英魂小心翼翼 传来了一道讯息道 轮回桥无处不在 轮回桥无处不在 这是什么意思 那身体凝实的英魂 似乎知道叶末的厉害 不等叶末继续询问 就再次传来讯息 任何进入幽冥界的 英魂魂魄魄 或者是灵魂 只要想去轮回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见 轮回桥的方位 然后只要沿着 那个方位走就可以了 有些人只要走几步就到了 有些人却需要走几千年 也不一定能到 这就是轮回桥 叶末已经正到 而且是画到巅峰的圣地 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空间法则 而且还是将空间法则 和魂魄的意识结合起来 一旦魂魄有了 要轮回的想法之时 就会有空间法则 出现在这魂魄面前 看起来是几步就到了 事实上却越过了 无数的距离 叶末的神识 再次传出一道问题 我想要去轮回桥 又看不到轮回桥 需要怎么过去 距离对叶末现在来说 不是问题 空间法则 他也完全可以利用 但是他不知道 轮回桥的位置 也是枉然 这些魂魄全部都沉没下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 叶末该怎么去轮回桥 叶末只是扫了一下就知道 这些魂魄和阴魂 没有一个知道 应该如何去轮回桥 或者只有他们心里 想去轮回桥的时候 这才可以去 一个已经很是淡化魂魄 忽然传来一道讯息道 我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想要去轮回了 前辈如果能看见我的身体 就跟随我一起走 如果看不见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 这个魂魄说完后 那已经极为淡化的身体 更加淡薄起来 叶末的神石 紧紧地跟随着 这个淡薄的魂魄 一道若隐若现的长桥 出现在了叶末的神石当中 叶末看见这道桥 差点惊讶地叫了出来 这不是 他在神分域看见的 聂生桥吗 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不过叶末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不是聂生桥 虽然和聂生桥 看起来很像 可不是就不是 叶末的身形闪动间 就从原地消失得 无影无踪 哪怕那魂魄的影子 极为淡薄 叶末的神石 也落在他的身上 没有消失 只要这个魂魄还在 那轮回桥的轮廓 就在 数十天后 一道黑游有的影子 突兀地出现在了 叶末的神石当中 叶末只是稍微关注了一下 那黑游有的影子 就发现之前 他紧紧跟随的那个魂魄 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轮回桥 也同样消失不见了 叶末却并不懊恼 他相信自己 已经明白了 轮回桥的大致方位 只要他跟着这个方位下去 总能找到轮回桥的 更何况 他的速度 比那魂魄的速度快了无数倍 只要知道轮回桥的位置 还怕找不到不成 此时叶末反而更是关注 这个出现在他石海中的黑影 他感觉这个黑影有些熟悉 如此巨大的黑影有些熟悉 叶末还是有些奇怪 叶末没有 继续前往轮回桥 而是加快了速度 冲向了那 有些熟悉的巨大黑影处 那黑影看起来并不是很远 当叶末要过去的时候 却极为遥远 对已经是化到圣地的叶末来说 那黑影就算是再远 也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只是一炷香不到 叶末就已经来到这黑影的外围 这竟然是一座庞大无比的飓风 就是叶末都没有觉察到 这座飓风的边缘到底在什么地方 叶末站在这飓风的前面 心里疑惑不已 他怎么可能对一座山有熟悉感觉 又走了几步 叶末来到了这山脚下 同时幻化出神员大手 他想要将这飓风捏下一块看看 可是 当他的手抓到这飓风之时 脸色立即一变 随即就露出了狂喜 这是世界山 绝对没错 这绝对是世界山 叶末也非常清楚 眼前的这个世界山 肯定不是当初 他在允真镜地看见的那个世界山 眼前这个世界山 比允真镜地的那个世界山 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了 但两座世界山 除了大小不同外 构成是完全一样的 这应该才是真正的世界山 叶末激动地飞落在了世界山的上面 他决定将这世界山带走 他要用这世界山 重新炼制圣道残戒的脉络 修复圣道残戒 叶末相信 以他已经是化到巅峰 即将圆满地修为 这座世界山就算是再大 他要炼化部分 再利用正法 收进今夜世界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叶末开始炼化这座世界山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天真 十天后 叶末就知道 他就算是再炼化百万年 也无法将这世界山炼化一点点 也无法利用任何正法 将这座世界山收走 不是说 这世界山不是真的世界山 这是的的确确的世界山 但是这个世界山的规则 竟然不全 根本就没有炼化的可能 第206章 轮回道 叶末站在世界山上 绕着世界山转了小半圈 当他看见在这世界山腰部的一处地方 有一个巨大深坑之时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这是世界山没错 可是这世界山 因为被人挖走了一块 这才造成了规则不全 如果他要炼化这个世界山 就要将那挖走的一块找回来 而且半点都不能少 叶末极为郁闷 看着这少去的一块 此时他那里还会不明白 当初在云真静地看见的 那雷光闪烁的黑色世界山 就是这里少去的那一块 他想要炼化眼前的世界山 只有一条路 就是将当初少去的那一块找回来 可是当初那世界山就已经飞走了 他去什么地方找 这是 谁也太狠了 居然将世界山挖走一块 那挖走世界山的家伙 肯定和他一样 也是无法炼化这世界山带走 这才一怒之下挖走了一块 不过能挖走这里的一块 这人也不简单了 当初他之所以能挖走一块 是因为苦竹在那里生长 没有苦竹 他也无法挖走 世界山越大越坚韧 这里是世界山的本体 就算是他现在全力挖去 可能也无法挖走一小块 叶末有些恋恋不舍地 看着眼前的这巨大的世界山 最后也只能在这里 做下神识印记 等他找到了那失去的一块后 再转过来重新炼化 轮回桥在幽冥界无处不在 每一个阴魂或者魂魄眼里 都有一个轮回桥 这些轮回桥的形状各异 可是效果却都是一样 只要你能通过轮回桥 就可以轮回 但是轮回桥又是固定唯一的 任何一个魂魄看见的轮回桥 都还是那一座桥 只是在不同的魂魄眼里 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 哪怕每一个魂魄眼里 都有不一样的轮回桥 这些魂魄来到的地方 依然还是同一个 此刻 在轮回桥前聚集了无数的魂魄 这些魂魄聚集在这里 并没有进入轮回桥 不是他们不想进入 而是来这里的魂魄 都必须要交纳数枚明金 才可以走上轮回桥 明金是魂魄修炼的资源 在英明界 灵物极少 甚至说没有 魂魄要修炼 只能依靠明金 一些想要修炼 却没有足够多明金的魂魄 就想到了 在轮回桥前面收集明金 只要想轮回的魂魄 都需要交纳明金 那些没有明金 却想要通过轮回桥的 只能去庞大的幽冥界寻找 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寻找明金的魂魄 就会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然后消散在幽冥界 同样的 就算是实力强大的魂魄 在这里收集明金 也不是没有危险的 有时候 众多有意识的魂魄一轰而上 就算是再有实力 也会被撕裂 然后神魂俱灭 还有就是 当魂魄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之时 继续留在这里 将会直接被轮回桥的轮回法则绞杀 这些都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是 轮回桥还有一个特性 每过一段时间 不论任何魂魄 只要在轮回桥附近 都会被轮回气息 卷上轮回桥 哪怕这个魂魄不想轮回 也由不得你自己 所以 在轮回桥之前收集明金 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 只有一些实力强大 却没有明金 修炼的魂魄 才出此下策 而现在轮回桥的前面 就有这样一个 收集明金的魂魄 世界山很珍贵 可是不能拿走 就算是再珍贵 也只能想想而已 叶末再次有了 当年在陨真禁地的那种感觉 不过比当年好的是 他没有在这里多留一刻钟 他是来寻找迟婉清的 可不能忘记了正事 叶末没有寄出时空缩 却加快了前往轮回桥的速度 以他的修为 在这里 已经根本就不需要用时空缩了 开始的时候 叶末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方向 到了后面 叶末根本就不需要注意方向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 一种强大的道运气息 那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 他甚至有一种感觉 当他领悟了这种道运气息 他将直接晋级道运圣地 不需要任何的道果 也不需要任何别的条件 随着叶末越来越靠近 那庞大的道运气息 他感觉到了更大的推扇力量 叶末一边疯狂地运转三生诀 一边大步走了过去 此时 他的意念 完全被这种道运气息吸引 甚至连用 神识查看池婉清的魂魄 都已经忘记 这正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一种道运气息 让他渴望去感悟 一条运绕在灰暗雾气中的长桥 出现在叶末的石海中 这桥刚刚出现在叶末的石海中之时 他感觉这桥很长 可是 当他再次用神识观察这桥的时候 这桥似乎又很短 无论这桥是长是短 叶末都无法看清楚桥的对面 他只能感觉到 一种极为强大的气息 在桥边环绕不休 叶末离开这桥越近 就越是清晰起来 这是轮回的气息 一道道犹如奔腾洪流一般的轮回气息 从这桥下冲过 一波又一波 似乎永无止境 叶末的脚踏上 这轮回桥的瞬间 他完全迷失了 这些轮回的气息 从他的身边冲过 将他包围起来 似乎要将他带入桥下 而不是要将他送入桥的另外一边 桥在叶末的意识中 越来越宽大 然后又越来越狭窄 叶末发现自己 变成了一夜小舟 在这洪流一般的轮回气息中 颠簸起伏 只要一不小心 他这一夜小舟 就会完全颠覆 被轮回洪流冲刷的 连渣子都剩不下 叶末旁若无人地过来 站在了轮回桥的桥头 在轮回桥边缘 那无数的阴魂魂魄魄 被这强大的气息 压抑地纷纷后退 这些魂魄 全部都震惊地看着叶末 轮回桥前轮回气息 可怕到了极点 除了即将要轮回的魂魄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来到轮回桥附近 就算是阴明体 也无法靠近轮回桥半步 这和修为无关 这完全是强大的轮回气息压制 任何不属于魂魄的人 只要靠近这里 马上就会被轮回气息撕裂 然后陷入轮回 而现在这里的魂魄 看见了什么 他们看见一个人类 一脚已经踏上了轮回桥 而且还站在轮回桥上 任凭可怕磅礴的轮回气息冲刷 没有任何被轮回气息撕裂的样子 怎么还有这种可怕的人 此时无论是强弱的魂魄 都静止下来盯着轮回桥上的夜幕 在远离轮回桥的角落处 一个瘦弱的魂魄缩在一角 他不知道缩在这里多久了 如果能够去寻找明经 他早就去寻找明经了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魂魄就即将涣散 如果再去寻找明经 他将再无轮回的机会 或者失去轮回 或者是失去神魂记忆 将变成一个木然的魂魄 被那些强大的魂羞吞噬掉 他缩在这里是等待时机 他想等待轮回桥的轮回气息 突然席卷过来 魂魄自己离开 可是他等了数百年了 眼看他已经很是 稀薄的魂魄身体即将涣散 可是他依然没有等到他想要的 每时每刻 对他来说 去回忆生前的那些事情 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他庆幸自己修炼到了金丹 否则进入幽冥界后 他甚至连一点点记忆都不会存在 好在修饰魂魄过轮回桥虽然艰辛 但是在过轮回桥之前 只要神志不失去 记忆却依然还在 哪怕这些记忆 只能在过轮回桥之前存在 他也心满意足了 叶末走上轮回桥的时候 他和其余的魂魄一样 都震惊无比 显然没有想到 还有人能走到轮回桥这里 甚至丝毫不受轮回的压制 可是当他看见这个人的相貌之时 顿时惊呆了 如果他有身体 他早就扑在了叶末的身上 告诉他自己好辛苦 如果他可以流泪 此时他的眼泪 已经化成了一条江河 如果他可以说话 他恨不得立即撕裂地叫喊叶末 他在这里 他就是持晚清 可是这些他都没有 他只能颤抖不堪地 看着站在轮回桥上的叶末 渴望着叶末能认出他 就是持晚清来 虽然他知道这很渺茫 持晚清很想控制住自己 让他不要继续颤抖 可是 他就是无法控制 他心里非常清楚 他越颤抖得厉害 他的魂魄消散得就越快 但他依然无法控制 不单单无法控制 甚至连上前 移动一点的能力都没有了 强大的轮回道运 不断地冲刷着叶末的意识 叶末忽然有些想 跟着这种轮回道运 跳到轮回桥下 他感觉自己 站在这轮回桥上 极为辛苦 或者只要往下一跳 他就完全轻松了 混沌树在这个时候 送出了一道道的生机道运 让处于幽冥界轮回桥上的 叶末瞬息清醒过来 此时他完全明白了 自己在做什么 是在领悟轮回大道 在三生爵和混沌树 生机的连绵冲刷下 一道道的轮回道运气息 被叶末捕捉到 随着轮回道运 一轮又一轮地被他感悟到 叶末就感觉到 他的大道气息 也在不断地上升在上升 似乎只是很短的时间 他就已经是化道圆满 第2207章 第一神通 200亿神经 三条极品神灵脉 被叶末丢在了自己的身边 就连那一团 被他收集起来的混沌气团 都被他抓了小部分过来 强大的轮回道运气息 连绵不断地冲刷着叶末的身体 和他原有道运融合起来 慢慢开始完善叶末自己的大道 这些大道道运最终和今夜世界 缓缓地连在了一起 今夜世界似乎在变化着 虽然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可是却给人一种生死轮回的气息 被叶末丢出来的神经和神灵脉 化成了一道道 犹如瀑布倒卷的神灵气 这些神灵气 和在了连绵不断的轮回气息中 被叶末分毫不胜地吸收掉 十枚黄钟里 被叶末抓了过来 同时融合在了 他对轮回大道的感悟和吸收中 轮回气息越来越磅 永动不息 叶末的修为气息不断地攀升再攀升 似乎没有止境一般 轰 叶末的食海和身体肉身 发出一声气和的轰鸣声音 清晰无比的轮回大道 犹如刻画在他大道中一般 明了直白 叶末忽然一抬手 数十道轮回大道气息 被他抓在了手中 他抬脚再次跨前一步 当他的两只脚 完全站在了轮回桥上之时 一道道紫金色的道运 在他的周围升起 那无数的神经和神灵脉化成了 一道静白的神灵气冲进了他的道运里面 瞬间消失不见 黄中理中的各种天地法则和大道规则 渐渐地和他感悟到的天地规则融合起来 密不可分 咔嚓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末身前的轮回气息忽然开始淡薄 或者说 那些冲刷他身体的轮回气息 已经和他融合为了一体 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汹涌澎湃 反而变得温和起来 而他丢出来的神经 神灵脉 混沌气团和黄中理 全部化为了尘埃 神灵气和道运 完全转化为了他的大道气息 好强大的感觉 叶末震惊地查看着自己的修为 道运后期 没想到幽冥界的轮回桥 会让他得到这么大的机缘 直接晋级道运 而且 在这种轮回到运和他的资源 以及混沌术的配合之下 水到渠成地晋级了道运 甚至还跨越了道运初期和道运中期 直接来到了道运后期 这就是道运的实力 叶末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 欣喜的同时也在暗自震惊 如果还在化道的自己 遇见了一个和他现在修为差不多的道运 那根本就不够看啊 以他现在的修为 其余的道运圣地来到他的面前 他简直可以秒杀 就算是那个海族半步混运圣地过来 他也有把握轻而易举地斩杀掉 叶末忽然想起了那个和尚来 那个和尚浑身金光 被他和那海族的半步混运圣地 从一个残破星球中打了出来 那家伙是混运圣地吗 但是对方轻而易举地 就掐住了那海族半步混运的脖子 如果自己现在和那和尚打起来 那会如何 没有遇见倒也无法说明什么 或者自己现在还不如那和尚 但是等他花一定的时间 将那七只绝胜金骨剑全部炼化 然后将其余的神通再生一个档次 面对那个和尚 他就不一定打不过 叶末收起心思 看了看依然弥漫在灰雾当中的轮回桥 没有继续往前走 他是来寻找池婉青的 谁知道过了轮回桥后 他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万一再耽搁了数百年 池婉青怎么救 叶末回头就要退出轮回桥 让他震惊的是 他只是在轮回桥上走了一步 而回头的路竟然没有了 这轮回桥果然不一样 叶末并没有惊慌 他抬手挥出树道肉眼看不见的气息 这正是刚才他感悟到的轮回大道气息 树道轮回大道气息被叶末挥出后 那原本已经看不见的轮回桥入口 再次显露出来 叶末看见这轮回桥入口的时候 竟然闭上了眼睛 并没有立即就离开轮回桥 熟悉之后 叶末再次抬手挥出 在叶末的前方空间 时间不是静止了 而是缓缓地倒流 肉眼看不见 可是那种沧桑的回流 却清晰无比 那回流的沧桑极短 只有一夕时间 可是却好像带动了整个世界 轮回 叶末难难地说道 这是他将瞬息神通 融合在轮回气息中的新神通 轮回 此时他的轮回神通 或者只有一夕时间 可是将来呢 等他晋级混元后 或者是在混元 他再次领悟了新的层次后 他的轮回神通 将不再是一夕 而是十夕 百夕 甚至无数年 好强大的神通 好强大的法则 轮回神通来源于时间法则 可是这种神通 已经超越了时间法则 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叶末相信 当有一天 他的轮回神通大成之时 轮回神通将超越太初神闻 成为真正可怕的第一神通 可以在瞬息间让人轮回 可以在眨眼间 让人化为虚无 这就是轮回 可怕的轮回 轮回神通的可怕 并没有让叶末欣喜 他甚至充满了担心 谁能肯定来这里的 就只有他一个人 谁能肯定没有别人领悟轮回神通 如果他面临一个 同样掌控了轮回神通的大能 那将如何 叶末打了机灵 他宁可 遇见几个混元圣地 也不愿意遇见一个 掌控了轮回神通的大能 玉叶末缓缓地吐了口气 抬脚走出了轮回桥 在轮回桥头的那些魂魄 完全呆置住了 轮回桥之所以叫着轮回桥 就是上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的意思 不要说贱 就算是听都没有听过上了轮回桥后 还可以回来的 可是眼前这个人 竟然上了轮回桥 再次回来了 如果轮回桥想上就上 想回就回 那还叫什么轮回桥 叶末扫了一眼 这周围的魂魄 并没有在意 既然是轮回桥前面 要过来轮回的魂魄 显然不会太少 不过叶末鹅的神石 也没有随便扫过 他还是想要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迟婉青 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 叶末就感觉到了一种 极为熟悉的气息 一个颤抖的魂魄 出现在他的神石当中 那魂魄颤抖不堪 本来就细薄的身体 似乎随时随地 都会撕裂开来 迟婉青 没错 这绝对是迟婉青的魂魄 叶末甚至感觉到 呼吸都有些滞顿住了 他想不到 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这里 还真的找到了迟婉青 这一刻 叶末就感觉自己的脚有千斤重 他甚至无法挪动一步 一团哽咽压 压在了他的咽喉 让他无法呼吸 迟婉青似乎感觉到了 叶末的神石 他依然遏制不住浑身颤抖 他的魂魄越来越薄弱 越来越淡化 叶末 他看见我了吗 他看见了吗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叶末只是顿治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一步来到了迟婉青的面前 同一时刻 一枚天心腹破丹 被叶末举出 用元气化成了一团药物 这一团药物 立即就将迟婉青包围住 迟婉青已经淡薄的魂魄 在雾气中瞬间就凝食起来 甚至越来越强大 迟婉青颤抖地传出一个讯息 叶大哥 是你来找我了吗 叶末虽然取出了一枚天心腹破丹 也用天心腹破丹 凝食了迟婉青的魂魄 依然感觉到自己的手有些沉重 他一个道元圣地 而且还是一个道元后期的圣地 竟然会发现自己的手会沉重 会颤抖 可见内心的激动有多重了 是的 婉青 天可怜见 让我在轮回桥前再次看见你 以后你不用再担心了 跟我一起回去 游冥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叶末感受到迟婉青传来的讯息 心里终于缓和了下来 语气也愈发柔和 他对迟婉青极为内疚 迟婉青的父母都在落月城过去 他的母亲就想见到迟婉青一面 可是最后还是在落月城去世 也没有看见迟婉青 如果迟婉青他就不回来 他的心里始终会有一道过不去的痕迹 迟婉青此时只知道颤抖 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出任何信息来 他很想哭出声来 可是他没有眼泪 也没有身体 他有的只是一个魂魄而已 此刻他竟然有些感谢 那个守住轮回桥的霸道魂魄 如果不是那个魂魄 他或者永远也见不到叶末了 他早已经进入了轮回 叶末感受到迟婉青的激动 他没有继续询问迟婉青 他知道 就算是他用了天心覆破单 迟婉青此时的魂魄也是极为脆弱 一旦受到了刺激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叶末小心地将迟婉青的魂魄 拖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才扫了一眼周围的魂魄 此时 一个极为胆大的魂魄 传了一道讯息给叶末 就因为有修炼英明体的魂修 在这里收取明经 所以很多魂魄都没有办法轮回 叶末明白这个魂魄的意思 他第一眼就扫到了那个身体 最为明实的魂修 这个魂修 只要再过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修炼出隐隐约约的英明梯了 看样子 收取明经的魂修 就是他了 第二零八章 我庆幸经历过苦难 看到叶末望了过来 那收取明经的魂修 立即就哆嗦起来 叶末的强大 这周围的魂魄全部看见了 绝对是他们想都不敢想象的存在 而现在 他竟然得罪了这个强大大能 虽然没有这个凝食的魂修在这里 持婉青已经轮回了 但是叶末 还是一把将这魂修给抓了过来 抬手就废去了 这魂修已经凝炼出来的部分英明体 再将它丢到了轮回桥上喝道 如果不是今天我见到了婉青 心里高兴 我立即就让你神魂俱灭 滚去轮回吧 这魂修 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 赶紧哆嗦地道谢了一句 就冲上了轮回桥 对他来说 能保住自己的轮回 没有神魂俱灭 已经是烧高香了 你们都去吧 叶末看着周围无数的魂魄 再次说了一句 这收取明经的英明魂修 已经被叶末送走 其余的魂魄 纷纷冲上轮回桥 只是短短的时间 轮回桥前面 就已经空空荡荡了 叶末迅速离开了轮回桥 找到一片沙地 顿入沙地 然后进入了惊夜世界 相公 这是婉青妹子吗 沐小韵看见叶末回来 立即就看到了 叶末手中的魂魄 老大 你手里的是一个魂魄 小冰餐也看见了 叶末手中的魂魄 叶末嗡了一声说道 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去救婉青 迟婉青的魂魄 被天心覆魄单滋润后 已经愈发凝视起来 叶末带着迟婉青的魂魄 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了这惊夜世界中 最漂亮的宫殿 说是最漂亮 因为这个宫殿 是叶末帮迟婉青炼制的 在宫殿周围 全部是鲜花 不单单如此 叶末还用了大量的神经 在这宫殿之下 建立了一个巨灵仙镇 迟婉青的肉身 安静地躺在宫殿后面 她的房间里 一只清脆的混沌树枝 放在她的身边 正因为这一只混沌树枝 迟婉青没有了魂魄的肉身 到现在的生机 如果不明白的人看见 魂魄已经清醒过来 她震惊地看着 躺在房间中的肉身 此时她岂能不明白 这就是自己的肉身 叶末不但去幽冥界 将她的魂魄带回来了 还将她的肉身也找到了 这一刻 迟婉青忽然感觉 自己所经历的 也不算什么 至少叶末还记得她 为了她还特意进入了幽冥界 婉青 不要说话 你的魂魄长期离开肉身 现在有些不适应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身上别的东西没有 就是天才地宝多 你自管融合自己的肉身 其余的就交给我好了 叶末感觉到了 迟婉青魂魄的激动 立即出声安慰到 叶末这话可真是不吹牛 现在她还真的想不出来 谁有她身上的稻果多 不要说稻果 黄中离果树她有一棵 太初稻文果的果树 她一样有一棵 这就不说了 这次在虚实当中 她收集的稻果 就有数百枚 至于之前她用的天心附破丹 那只是一枚九品仙丹而已 迟婉青的魂魄 慢慢融合进入了她的身体当中 混沌树的树枝散发出生机 根本就不用叶末出手 瞬息间就帮助迟婉青 开始融合魂魄和肉身 哪怕迟婉青的魂魄 离开身体许久了 可是在混沌树的帮助下 依然没有半分的顿制 就完全融合在了一体 就算是这样 叶末依然不是很放心 又是一枚天心附破 单化成雾气 融入迟婉青的身体 同时一枚养魂稻果 被叶末放在了迟婉青的口中 迟婉青魂魄已经融合 倒果在她的口中 立即生出轻烈的果精 滋润着迟婉青的经脉和原神 只是短短的一个时辰 迟婉青就睁开了眼睛 当她看见 叶末就坐在身边之时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之前她想哭没有眼泪 现在她再次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她只想在叶末面前哭一个痛快 失去了才知道得到的珍贵 在幽冥界的数百年煎熬 根本就不堪回首 迟婉青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或者说 此时眼泪最能代表她的语言 没有人知道想哭 却没有办法哭的煎熬 没有人知道 叶末静静地坐在迟婉青的身边 等到迟婉青已经平静下来之后 这才缓声说道 婉青 以后你就一直和我们一起吧 不用再四处奔波了 叶大哥 谢谢你了 你为了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迟婉青说了几个字后 就又无法继续说出来 不说叶末将她的肉身 在神穷大陆的雪地之底找到 叶末还特意来到了幽冥界 在幽冥界将她的魂魄找回来 就算是这些都不算 也能感觉到 此时她的生机 竟然比当初她自觉的时候更强盛 叶末肯定用了最顶级的宝物来帮她 就是那宝物的价值 可能都比她几个迟婉青贵重了 叶末知道迟婉青在想什么 迟婉青在神穷大陆一直处于最底层 在她修炼的过程中 或者一株灵草也比小命更珍贵 为了一株灵草她或者就要拼命 还不一定能得到 叶末并不奇怪迟婉青这种想法 因为当初她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婉青 叶末抓住了迟婉青的手说道 比起活着 别的都不算什么 我也没有别的好东西给你 你看见这一根树枝了吧 迟婉青早就看见了她身边这一株清脆的树枝 她感觉这一株树枝很亲切 就好像陪伴了她无数年一般 这一根树枝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将来可以将这树枝 放在子府中温养 记住没有一定的实力 不要让别人 看见你有这一根树枝 因为这是整个宇宙星空中 最珍贵的东西 如果让别人知道 就算是会员圣地也会来抢夺的 迟婉青听到这一株树枝如此珍贵 连忙将树枝送到叶末手中说道 叶大哥 我不能要这个 叶末连忙将迟婉青的手退了回去说道 我还有一株大树 你这根树枝 就是从我那一棵大树上分出来的 你温养在你的子府当中 将来或者会成为你最厉害的法宝 或者你的这一根树枝 也会成长为和我这棵一样巨大的大树 真的吗 迟婉青听说 这树枝只有她和叶末有 心里立即就充满了惊喜 赶紧收了回去 不再将树枝还给叶末 叶大哥 你特意去神穷大陆找我的吗 迟婉青问道 问完后 她忽然想到了小狼 顿时眼眶一红说道 对不起 叶大哥 你送给我的小狼已经死了 叶末送给她的小狼 陪伴了她许多年 从地球到小世界 到神穷大陆 在她最孤单的时候 一直都是小狼陪伴在她的身边 相依为命 而现在 小狼却死了 她想起来难免心伤 叶末拍了拍迟婉青的手 取出一个目书说道 小狼 我也带到这里来了 而且 你送给我的电话 还在 看见自己送给叶末的这个目书 叶末到现在还留在身边 迟婉青再也忍不住 扑到叶末怀里大哭起来 这个目书 还是当初她借口 给叶末留下电话号码 送给叶末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叶末竟然还留在身边 忽然 她感觉自己 受的那些苦累 完全算不上什么 叶末拉着迟婉青站了起来说道 婉青 我带你出去看看小狼 还有我们以后生活的世界 嗯 迟婉青心里的悲伤 已经被重逢的喜悦冲淡 立即就站了起来 跟随叶末走出了房间 好漂亮的宫殿 好多的花 咦 这些花 迟婉青走出宫殿后 立即就看见了漂亮的宫殿 和宫殿旁边的那些鲜花 她竟然发现 这里的花充满了仙灵气息 她只要闻闻花香 就能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在松动 这一刻 她恨不得立即就坐在花中修炼 穆小韵看见叶末和迟婉青出来 早就迎了上来 同时惊喜地说道 婉青妹子已经康复了 迟婉青呆呆地看着穆小韵 过了好半场 这才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 你是莲华宗的小韵仙子 穆小韵在莲华宗 是全宗保护的天才弟子 和她这种草根完全不同 迟婉青在神穷大陆 早已见识过莲华宗的小韵仙子 穆小韵上前拉着迟婉青的手说道 对不起 婉青妹子 我竟然不知道也在神穷大陆 如果我知道 或者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苦难了 迟婉青看了看叶末 忽然摇了摇头 小韵姐 我庆幸我经历了这些困难 这对我来说 是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 没有这些 我或者永远也无法明白一些东西 可是现在我却很清楚 也很明白自己 想要什么 该做什么 穆小韵竟然点点头说道 婉青 你说的没错 如果不经历一些苦难 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该做什么 对迟婉青的话 穆小韵有深深的共鸣 她经历的苦难也不少 虽然没有迟婉青那么艰辛 却也是随时都会被人拿去血迹的存在 好在她的运气比迟婉青好 在修真界她 加入了莲花宗 在仙界她 有了一个速到圣地师父 就算是在圣道残界 她也有一个维护她的师父 第二零九章 再次遭遇混缘 叶末取出一个戒指 交给迟婉青说道 婉青 你修为稍差 以后你的修炼 就有小韵帮忙吧 你的功法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如果缺少丹药 叶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忽然叫道 小冰餐过来 小冰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叫道 老大 我在这里呢 以后婉青修炼需要什么丹药 你要及时送到 而且要没有杂志的丹药 叶末说道 小冰餐还没有说话 迟婉青就立即说道 叶大哥 我感觉这里的灵气 简直浓郁到了极点 甚至比零食还要浓郁许多呗 我不要丹药 甚至都可以进击 等需要丹药的时候 我再问小冰餐 要吧 迟婉青本来想要叫冰餐大哥 可是他看见小冰餐小不点的样子 硬生生地将大哥两个字咽下去了 三人一边谈话 一边叙说着过去的事情 迟婉青已经完全康复了 叶末也没有继续将唐千平去世的消息隐瞒 并且取出了唐千平留给迟婉青的东西 虽然迟婉青知道他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父母肯定不在了 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 拿到母亲遗物的时候 还是泪如雨下 再次失声痛哭 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 他离开地球 父母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他 可是父母离世的时候 他却不能在一边静笑 岂能不悲伤 一天后 叶末离开了今夜世界 迟婉青留在了今夜世界里面修炼 由沐小运在一边帮忙 叶末没有去阴明界 就找到了迟婉青的魂魄 让迟婉青再次回来 心里还是极为开心的 此时他也没有打算 继续去阴明界了 虽然他很想干掉那个阴险曹泽 可是他的目的都已经达到 再去阴明界就没有必要了 对他来说 现在尽快回到落约大陆 才是最主要的 不过当叶末出来 想要找回去的路时 立即就皱起了眉头 他竟然迷路了 幽冥界和阴明界相邻 幽冥界没有什么大能 但是阴明界却到处都是可怕的高手 之前叶末想去阴明界是没有办法 完全是为了寻找迟婉青 现在他已经找到婉青 所以并没有急切地去寻找出路 他再次回到了今夜世界 这次他要完全炼化 三十六枚雷海神珠 最主要的是 他要炼化七只绝胜金骨剑 他马上要寻找出去的路 万一走错了地方 进入了阴明界 那随时随地 就可能遇见混元圣帝 混元圣帝是第三步的正道大能 他当初遇见的那个和尚 很有可能就是混元圣帝 虽然叶末认为他 再次遇见那个混元圣帝 就算是打不过 也不至于被杀 但是在叶末内心深处 还是自觉他要比那个和尚 稍微差了一些 修为到了他这种地步 就算是相差分毫 也是生死相关的巨大沟壑 他可不能不小心 炼化了绝胜金骨剑 他至少有了保命的手段 当初他在时间阵盘中炼化数年 都无法炼化的绝胜金骨剑 如今再次炼化起来 竟然变得轻松无比 一年后 在时间阵盘中 叶末不但将绝胜金骨弓 和七只绝胜金骨剑的静置完全炼化 还将三十六枚雷海神珠 也完全炼化 就是其余几样他 不经常用的法宝 也完全炼化了 其中就包括了 金刚大成图和浩天谷等法宝 三十六枚雷海神珠叶末 是打算送给女儿易末的 所以 叶末炼化后 并没有去试验多厉害 可是这七只绝胜金骨剑 和绝胜金骨弓 被叶末拿在手中 却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可怕杀机 这七只剑还没有射出去 那带着毁灭杀石的剑椅 已经在七只金色骨剑上 萦绕不休 就好像有一个可怕的 远古凶猛巨兽 张开了大口一般 而在这大口之下 对手就算是想跑的勇气 都没有 好凶悍 叶末震惊地自语道 他不明白 这骨剑到底是什么骨头炼制的 竟然可怕到如此境地 再次回到幽冥界后 叶末信心十足 他相信 现在就算是面对 英明族的混元圣地 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不要说几样先天法宝 已经完全炼化 就是大神通太初神闻的第三道 也完全形成 现在第四读神闻 已经隐约出现 太初神闻这种神通 已经在他的脑海中 天生地长了 随着他的修为和领悟加深 这种神通也逐步完善 而且叶末发现 随着太初神闻的完善 他的太初神闻渗透性 也越来越强 这种神闻 似乎和他的修为 神识成正比 叶末刚想试一下太初神闻 在寄出时空缩 寻找撕裂空间的位置时 两道爆裂的炸响 在他的石海边缘爆发 这炸响太过可怕 甚至将他如此强大的石海 都炸裂得一阵阵激荡 在那炸响的地方 似乎连空间 都塌陷消失了一半 叶末停止 要试验太初神闻的想法 下一刻 他的石海中 已经出现了两道顿光 这两道顿光迅极无比 只是数个呼吸间 就要来到他的面前 这是两人打斗 是什么样的人 打斗会激起如此可怕的声势 但是当叶末看清楚 后面是一个身上 依然有一些淡光的和尚时 叶末想都没有想 直接寄出时空缩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以叶末现在的修为 虽然自负 还不如正道第三步的大能 可是叶末自信 也不会比正道第三步差了多少 那浑身金光的和尚 必定是一个正道第三步的混元大能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叶末倒也不拒 可是这一下来两个 他不走才是傻瓜 另外一个人能追那个和尚 岂能简单 至少那人的修为不会 比和尚差半分 咦 这小子倒是很会逃啊 竟然来到幽冥界了 只怪你运气不好 逃到这里 也能被太爷看见 小子 你死了 这本来 还在迅速逃走的光头和尚 同时也看见了叶末 他看见叶末逃走 毫不犹豫地就追了上来 那名追杀和尚的男子 看见和尚追杀叶末去了 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来 三道顿光在幽冥界 连影子都没有办法看见 只能感受到 空间被这三道顿光滑破的波动 那和尚追来的第一时间 叶末就感受到了 心里不由地有些郁闷 这家伙疯了吗 当初那个破星球 又不是他打破的 打破星球的人 已经被这家伙捏死了 这家伙 怎么还追着他不放 还有那个追光头和尚的家伙 速度怎么会这么慢 如果那两个家伙再打一场 那自己 就肯定可以逃走了 交答 你这王八蛋 竟然还敢 往我英明借逃 你给我站住 后面那名男子 脸色已经气得发灰了 这被骂的和尚 丝毫都不生气 只是黑黑笑道 绿帽子 太爷什么时候 往你英明借去了 太爷在追这个小子 你没看见吗 这小子将我的房子给打破了 害得太爷连衣服都没穿 不杀他 太爷岂能解恨 这个被叫着绿帽子的 混元圣地 当然不知道 和尚要的不是解恨 而是想要夜莫的子序 子序可是先天法宝 就算他是混元圣地了 又怎么样 现在的他 一样没有先天法宝 一个先天法宝 出现在了一个 画道小子手里 他放过 是要遭天谴的 似乎眼前这个小子 不是画道啊 怎么模模糊糊的 看见他是道元圣地 不过无论是画道 还是道元 都没有被这个和尚 看在眼里 十数天后 夜莫却始终无法逃出 这个和尚的神识范围 不但如此 夜莫竟然赶紧到后面 两个人距离他 反而越来越近了 不能这样下去 夜莫瞬间施展了一个挪移 下一刻就伸手撕裂了 眼前的空间 同时窜进了另外一个界面 在这种低级介域 他要撕裂空间 还不需要使用子序 嘿嘿 挪移 有个屁用 这和尚黑黑冷笑一声 竟然不用挪移 只是数个呼吸间 就来到夜莫消失的地方 裂开了空间 挪移在混元修为级别之后 确实是没有多少用 不过这也要看挪移的等级 夜莫在挪移上 并没有下多少功法 他的挪移神通 也只有可怜的四级而已 等他挪移结束后 人家已经飞过了 探挪移的距离 夜莫也知道这个 探挪移就是为了撕裂空间 追在最后面的 那名混元圣地 看见夜莫和那和尚 都撕裂了空间 也毫不犹豫地撕裂空间 继续追了上来 混元大能的神识 果然可以在这种界域之间穿梭 夜莫心里极为无奈 虽然还在不断地撕裂空间逃走 也只是为了尽量拉开距离而已 这样一追一逃 夜莫都不知道 他撕裂了多少空间 可是那后面追来的两人 也越来越近 当夜莫用手已经撕不开空间 只能用子虚劈开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 就算是再逃下去 也没有任何用处 以他的修为 都无法用手撕裂空间 说明这里 已经是顶级界面的空间了 而且 这里充满了神灵气 夜莫不用猜都知道 这是一个种族的高级道界 这里阴冷气息浓重 而且还加着各种 阴属性的大道法则 说明 这里很有可能是阴明界的底盘 不过那种阴明界的压制传来 夜莫身体内的神员 随着三生诀微微一运转 那种修为压制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莫知道 这是他的实力到一定程度了 实力强大到一定的程度 就算是他不用三生诀 别的压制现在对他 也没有任何用处 小尼秋 怎么不逃了 继续逃啊 夜莫刚刚停了下来 那光头和尚 就已经来到了夜莫的境前 同时 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 也来到了境前 第二一灵章 战魂园 夜莫注意到 这追在最后面的人 是一个长发男子 不过他的头发是淡绿色 不但他的头发是绿色 连身上的衣服 不全部是绿色 唯一就是 脸色有些灰白 身上的怒火气息 夜莫都能感觉到 估计是因为太过生气 这才将自己的脸 气成了灰白色 焦达 如果你敢在我英明界打架 我追杀到混沌边界 也要将你杀了 这绿发男子 虽然怒火冲天 却似乎在强忍着自己的怒火 没有动手 此时他也明白了 焦达应该是为了 夜莫手中的子刀而来 手中的子序是一件先天法宝 夜莫已经猜出 这绿头发的男子 应该是英明界的混沌圣地 这个叫焦达的和尚 不知道在英明界 做了什么惹人闲的事情 被人家追杀了一个大圈 绿帽子 你什么时候看见太爷打了 太爷只是要来要一个说法而已 这和尚的话 让夜莫差点笑了出来 绿帽子 这个称呼 还真的贴切英明族的 这个混沌圣地 英明族绿发圣地灰白的脸色 阴沉无比 根本就不理会 这个叫焦达的和尚 焦达并没有立即对夜莫动手 特意上下打量了夜莫一番 这才嘖嘖地说道 小子 当年伪装成为一个画道 现在伪装成为一个道员 能依靠一件极品神器 逃这么多天 想必你也不是一个道员圣地 这么简单吧 夜莫听了焦达和尚这句话后 心里一动 随即他的气势忽然暴涨 磅礴的道运气息 犹如波纹一般地扩散出去 甚至要逼近混沌的地步 这才止住 看见夜莫的气势 似乎也要接近混沌 这绿发男子 看向夜莫的表情 有些凝重起来 夜莫能逃这么多天 而且不主动停下来的话 他们两个还追不上 他就知道夜莫不简单了 现在看见夜莫的气势 和大道气息 他才知道 夜莫不但是不简单 而是根本不会比他们两个差 看他的气势 似乎还不是混沌圣地 但显然也超越了半步混沌 无限接近混沌圣地了 焦达感受到夜莫强大的气息后 脸上也没有了之前的那种随意 而是变得凝重起来 你小子果然是伪装的 一个随时随刻都要混沌的家伙 竟然如此不要脸 还隐瞒自己的修为 和一个半步混沌打来打去 难怪太爷 当初没有抓到你这个滑溜的家伙 说你尼秋还真的没有瞎说 他嘴里是这样说 心里却郁闷得不行 心说你一个 都要混沌的家伙了 跑个屁啊 如果上次和我打一场 我需要今天来 追你这么久吗 太爷知道你不好弄 哪里有空来追你 现在倒好 反而被绿帽子拦个阵着 现在叶末的修为暴涨 他就知道 想要叶末手里的先天法宝 已经不大可能了 就算是叶末不如他 加上这把刀 也不会比他差了 叶末却根本不理睬他 转而对英民族的那名混云圣地抱拳说道 这位先友 交弹和尚要和我打一场 我也不想在这里打 可是这交弹一定要打 我也没有办法 交达听到叶末的话后 立即勃然大怒道 我是交达不是交弹 小泥秋 你敢再叫我交弹 他也吞了你 听到交达大怒 这个绿发混圆圣地气的发白的脸色 反而变得平缓起来 显然对交达在叶末的话中 吃扁心情不错 交达手一抬 头顶就出现了十八枚佛珠 这十八枚佛珠出现后 立即环绕着压抑到极点的天地道运 似乎一旦这些压抑的道运爆裂开来 就算是任何一个界面 都会被轰得四分五裂 叶末见交达和尚要动手 他干脆 再对那绿发男子说道 这位仙友 要不我们两个联手干掉这个烧坏的蛋 我只要他这十八枚佛珠 其余的东西全部给你怎么样 绿发男子眼睛一亮 立即说道 好 话音刚刚落下 他的手中已经环绕了一个若隐若现的雾塔 他相信 只要自己在边上注意着 就算是打起来 这里的空间也不会破碎太厉害 叶末见状 半分犹豫都没有 子序已经祭出 同时庞大无比的沙士 就笼罩了整个天地 交达和尚脸色一变 想都没有想 直接撕裂空间瞬间就消失不见 叶末现在有了一个帮手 被这个和尚追了这么久 哪里愿意放过 跟着就追了过去 那绿发男子显然也不想放过交达 也紧跟着不放 对这绿发混员 圣地来说 叶末虽然有一件先天法宝 可是他最仇恨的是交达 这家伙在英明界胡作非为 拿走了太多的好东西 如果不是英明界 还有他这个混员圣地 英明界还不知道被这和尚 糟蹋成什么样子 三人的速度本来就差不多 叶末修为进展迅速 之前他的速度应该是最弱的 到了后来 他已经和交达的速度完全一样了 随着三人不断地撕裂空间 叶末距离交达也越来越近 他的速度在上升 又是追的 交达的速度不变 又是逃的 显然就差了一些 在宇宙虚空逃顿 可和普通地方不同 这里不存在什么转弯末角 可以将别人甩下来的 你越转弯末角 距离就越来越短 三人此时已经再次来到了虚空中 被叶末追得极切无比的交达 终于体会了叶末的心情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站着虚空中 停止了逃顿 他知道 就算是再逃 也无法逃出叶末的追踪 他本来就猜测 叶末还没有真正的晋级混元 可是现在叶末 可以追上他 让他对自己的猜测 有了一些怀疑 一个道元圣地 真的可以追上他 要知道 没有晋级混元的时候 想要用神石破开一戒 知道他逃顿的方向 那是绝不可能的 叶末晋级到了道元后期 神石虽然强悍无比 确实也不能穿过 一戒跟踪交达 他不是用神石跟踪交达 而是根据虚空中的细微变化 跟着交达 他在虚空中遇到 而且还有虚空神通一方 对虚空的细微变化 都很是敏感 交达撕裂虚空 想要逃出他的追杀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交达不知道 那个绿发男子也同样不知道 他当然是神石穿透介于追过来的 所以他以为叶末也是一样 正因为这样 他已经将叶末 看成了同等档次的对手 以他的修为当然知道 叶末是人族圣地 对于人族什么时候出现了 叶末这样一个大能圣地 他的脸上没有显现出来 心里却是极为震撼 小尼秋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两个人打太爷一个 不觉得无耻吗 交达恨恨地看着追杀过来的叶末 和绿发男子说道 绿发男子冷哼一声 交达 你拿走我英明族的东西 都给我吐出来 否则的话 我就算是追到死 也会干掉你 交达和尚倒也光棍 直接取出一枚戒指 丢给绿发男子 冷玉琪 你要的东西 我给你还不行吗 这小子身上的东西很多 到时候 我们两个人分一下 看见绿发男子接过戒指 交达对绿发说了一句后 就立即又对叶末说道 小子 现在不是两个人打我一个了 我们单对单 太爷看看你还有些什么本事 两个人打你一个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交代 叶末不屑地说了一句 说完后 他也转向了那绿发男子说道 冷先有 我们之前商量的战利品 你的已经得到部分了 现在我的还没有得到 现在我先生 等会这个淡娇了的和尚想要逃走时 你拦他一下 叶末看见绿发男子收起了戒指 就知道不好 这些会员圣地没有一个好东西 说话都和放屁一样 不久前 这绿发男子还在说和他联手 这才多久 只是收了一枚戒指 就打算动摇了 所以他根本不等 这绿发男子变卦 就丢出了这句话 同时 子序已经轰出自己的神通 落痕刀纹 一道将虚空都完全扭曲的刀纹 轰然而下 这道刀纹不但是扭曲了虚空 更是扭曲了整个生机 所有的生机和空间 在这一道刀纹之下 进阶毁灭 消散 叶末已经是道元后期 领悟了轮回大道 十海凝视无边 落痕刀纹 是他根据太初神文自创的 现在在子序的帮助下 威力已经隐约超过了太初神文 或者说 他的太初神文并不完善 这才造成这种情况 当初他还是划刀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刀 而现在 他已经是道元后期 神缘强悍无比 十海更是浩瀚无边 这一道落痕刀纹不留半分 完全轰下 直接将交达和尚 笼罩在了刀纹空间之下 而这刀纹空间 配合叶末的道元介于伸展出去 显得更为凝视无比 叶末可不仅仅是披下 这一道落痕刀纹就了事了 他知道交达的可怕 同一时间 又是一道荣术神通轰出 太初神文 两道太初神文荣术神通 和落痕刀纹配合起来 轰向了交达的十海中 交达本来就被叶末 惊艳无比的落痕刀纹震惊 现在又是两道太初神文 偷袭他的十海 此时 他哪里还敢将叶末 当成一个不到混元的圣地来看 叶末现在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元圣地